喝酒危害健康 卫生部修正法令条例 从2017年12月1号开始 国人可以喝酒的年龄将从18岁调高到21岁 中警察署昨天在线报上刊登1983年十瓶法令 宣布不得销售任何酒精饮料的对象 从18岁以下改为21岁以下 也就是说任何人不得向任何21岁以下的人士 销售任何酒精饮料 为例者可以被盘监禁不超过两年 或罚款不超过1万令吉 而该条例也规定含酒精饮料的包装 必须在标签上写上喝酒有害健康的字眼 此外在有关条例修正后 在任何零售店或销售柜台展示销售的任何酒精饮料 都需陈列在单独的展示柜或架上 不可以展示在用于其他食品的展示柜或架上